这里是字里行间故事会,今天彭叔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莫言的短篇小说《猫是会脆》,数月来日夜攻读鲁迅先生的著作,这是一个双目炯炯,匪气十足的朋友敦促的结果。 当时他对我说,你一定要读鲁迅,我不以为然地说,读过了呀,他说,读过了还要读,要下死功夫,随即这读鲁迅的话头也就扔掉,喝着酒扯到鲁迅的小说。 我马虎地记着,前些年一些文章中说,鲁迅先生曾计划要写一部红军长征的长篇小说,终未写成,是天大的遗憾,云云云云。 朋友则说,一点都不遗憾,鲁迅先生如果真写成了这部小说,也未必就是伟大著作,伟大人物,也有他的局限性。 他认为,先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修成一部中国文学史,先生有这能力,有这计划,并做了充分准备,甚至已定了一些片幕,如《黎骚》,与反《黎骚》,从《狼庙》到《山林》之类,这些片幕就不同凡响, 此书若成,才是真正的结构。 又扯到老舍先生,朋友认为,老舍备受推崇的几部疏辱,似是同堂之类,水得狠,因老舍在沦陷后的北平待了并为几天,他的最伟大的著作是仅写了开头八万字的正红旗下,此书若成,亦不是可以什么同日而语的。 看来面地虚造真实文学的大敌,近年来被青年作家们几乎忘光了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并未过时,事情怕只要没亲身体验过,就难得其中真正的味道。 调查也好,读档案也好,得到的印象终究模糊。 这使人十分容易想起平法家的故事,真是到了认真读马列主义的时候了,不但青年作家要读,老年作家恐怕也要读,因为马列主义并不是如长小黄岸类的药品,吞一丸可保几百年不犯病,我死读鲁迅了。 读到妙处,往往心惊肉跳,读到妙处,往往浮想联篇。 心惊肉跳是不能入小说了,浮想联篇大概是艺术的摇篮或约翅膀吧。 鲁迅先生的《狗猫书》里写着,那是一个我的幼时的夏夜,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桌旁给我猜米,讲故事。 忽然,桂树上沙沙地有枝爪的爬骚声,一对闪闪的眼睛在暗中随声而下,使我吃惊,也将祖母讲着的话打断,另讲猫的故事了。 先生的祖母给先生讲了猫如何叫狐捕,捉,吃的本领,忽以为全套本领学道,只要灭了猫,老子变天下第一,就去扑猫,猫一跳变上了树。 这故事我在高密东北乡当天真烂漫的幼儿时,也听老人们说过,几乎一模一样,只是比先生晚听了七十多年。 想想这故事倒向一个预言或讽刺小说。 在这故事中,猫是光彩夺目的,虎却不怎么样。 在人的世界里,口头流传或建筑书看的猫事不比狗屎少。 鲁迅先生文章中举过一些例子,如爱伦,颇小说里的黑猫,日本山鱼食人的猫婆,中国古代的猫鬼,等等。 但这都是丑花猫的,美花猫的例子没举,这类猫也是很多的。 这类猫或聪明伶俐,如小猫钓鱼,或娇憨可爱,如好猫咪咪,或执法如铁,如黑猫警长。 这类猫与猫婆猫鬼猫精门成为鲜明的对照,善与恶,正与邪,美与丑,截然对立,前者给儿童心灵留下阴影,后者使儿童心灵美。 在一片《我是一个父亲》的呼声中,我这个父亲也茫然如坠大荒,不知是该把艾伦破的书烧掉呢,还是在孩子的课本上涂满美貓的形象,这大概也是起优,上述猫形象并存于世。 久矣,我辈也并没因受猫鬼猫怪们的影响而变成魔鬼,也没有因真善美貓的影响而变成天使。 正如人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一样,猫也不是恶的典型或美的象征,正如阴邪奸诈的猫形象与活泼美丽的猫形象可以并存一样,写人的阴暗心理与写人的光明内心的作品也未尝不可并存,谁也不会去有意毒杀孩子。 猫撒娇时,猫不属实的形象是有意儿童的,可猫偷识墙上悬挂的待遇时,猫偷识儿童养的鸟确实却未必是童心爱猫。 编造十万则美好的猫童话,猫一旦偷识了小鸟,童心还是要狐素,气质狐素,它会感到受了骗,才被猫钻了空子,早知猫吃鸟,它不会把鸟笼挂得那么低。 还有一类猫形象,就很难用善或恶来概括了。 记得前几年看过戴晴一篇写猫的小说《雪球》,还看过《终结英》一篇《猫》,都有些象征意味,固然这两只猫被写得猫猫必现,但总让人想到某种人的生存状态,对认识猫世界无多避意。 还有一类被包了皮的猫,最著名的是,三峡无翼终被太监郭怀包了皮,换出太子的狸猫。 这类猫最冤枉,既没寄托作者的高尚感情,又没抒发作者的刻读心理,但被包皮的狸猫这形象,真不但令童心糊素,连翁心也糊素了。 三峡无翼看过多年,故事都忘了,这血淋淋的猫形象,却历历在目。 我认为,这包皮狸猫实在是该书的精彩象征物,无翼之相争实乃大象征。 那后被皇帝封为玉猫的大侠斩昭,我总感觉它是那只正在等待太监们包皮的狸猫,还没包皮是因为白玉堂、卢芳、徐庆、韩章。 蒋平这五只大耗子还在兴风作浪,扰乱朝廷,捉进了耗子,必包猫皮无疑。 猫皮可从貂皮做大肠之风饼,猫之肉体则可与鸡,折作伴,成一盘名为龙虎凤大斗的名菜。 我还是在十几年前看李六如先生的六十年的变迁时,知道了广州有这样一道名菜。 包皮之猫一旦被烹炸成焦黄颜色与鸡,舌一起盘缓一大盘中,方向扑笔,看着书就垂涎,还胡诉个屁。 可见影响人的感觉的,多半是颜色和味道,同是一只包了皮的猫。 换了太子的狸猫和承在盘里的猫虎笔还是幸运的,起码在他临被剥杀前,会得到主人精心喂养。 因要换太子,就要肥大些,因要成名菜,自然要有肉吃。 这些猫生前还是享福的。 真正受苦的猫是受虐待的猫,如冰岛女作家维飞·西格查佐特小说,傍晚中乃至无辜受害的猫,虐待者是一个受虐待的少年,他把猫当成了发泄胸中愤怒的对象。 这少年绝对不是受了血猫小说的影响,如受恶猫形象影响,他若以为猫能成精成怪,量他也不敢下手,如受美猫形象影响,爱多爱不够,何人折磨他。 如果冰岛也有一个包猫皮的郭怀,自然又另当别论。 以上都是书上的猫,不是真猫。 有关猫闹春的描写或以猫闹春时发出的恶劣叫声比喻坏女人笑声的字句在小说里比比皆是,可见猫与人生活关系之密切,可见人非但对同类的事情十分地感兴趣,对猫的恋爱也颇为关注。 人即便是成了什么作家或灵魂的工程师,也并未超脱到坐怀不乱的程度,更未坦荡到敢把自己的叫声像血猫的叫声一样恶毒地写出来的程度。 不过也是咎由猫去,如猫们悄悄地干那事,也就没人骂他们,甚至可以去骂别人了。 鲁迅先生是极恶如仇的,他说他手持肠肝,把恋爱中发出狂生的猫们打跑,这是因为他要阅毒。 只要不烦扰他,先生也绝不会手持肠肝去专找情猫们痛打的。 事情描写如洪水猛兽,中外大都有过这阶段。 木下在小书滩上高价出售的英人劳伦寺的大著,查台来夫人的情人,当年在英国一世禁书,禁又禁不住,干脆开了禁,印上几十万本,也就蹲在书架上,无人问津了。 木下在小书滩上的这查台来夫人的情人,听说售价已由十五元降至八元,再过几天连八元也卖不出了吧。 国家禁书,小书滩发财,这也要怨读者不能另行禁止,越说是老虎,偏要驴虎须,这也是人类一个既宝贵又可恶的特点。 还是猫是为要,至于性描写,大家其实心里都有数。 以窝蜂钻进裤裆去不好,笔之如蛇蝎也不是好态度。 四心而论,一个作家,加引号是向别人学习,我始终怀疑作家是当然的灵魂工程师的资格,好像一代上作家贵贯,自然就成了德行高贵的圣人,就不争权夺利,就见了漂亮女人眼面哭泣,就不去偷别人的老婆,就不嫉妒别人的才能,就不写错别字,就不大便于放屁。 这样的好工程师大概还没出生,敢暴露阴暗心理,总比往自己的阴暗心理上涂鲜明色彩的人要可信任一些。 即便是交朋友,也要交一个把缺点也暴露给你的人。 半夜里的猫叫对于成人其实并不残酷,对于孩子才真是精神上的酷刑。 我在海底时代,一听到这凄厉的恋爱歌曲就拼命往被窝里缩,全不怕呼吸哥哥姐姐母亲父亲及我自己的屁臭脚臭与汗臭的。 这又不是好的话,怎么哥哥姐姐父亲母亲都睡一个被窝呢? 这只好为读者一部分解释了,睡在一个被窝里并不是要为乱伦创造便利,而是为了取暖,而是为了全家只有一条被子。 这当然都是过去的事了。 其实,饥饿和寒冷是彻底消灭心意识的最佳方案。 那几年,我所在的村庄只有一个女人怀过孕,她丈夫是凉酷的保管员。 到了后来,地瓜大丰收,村里的男人和女人吃饱了地瓜,天气又不冷,来年便生出了一大批婴儿。 这正应了饱暖私淫欲的旧话。 这批孩子,被乡间的创作家们血称为地瓜小孩。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随便扯来,竟也感觉不到有多大恐怖。 一旦吃饱,那恶度的滋味便淡忘了许多,以为那果真就是一场梦。 我之所以还有些感受,大概是因为参军之前,很少与丰衣族时这种生活结果亲缘的关系。 当兵之后,一顿饭吃八个馒头,使司务长吃惊的事也是经历过的,扯得更远了,打住。 暗夜中只猫叫,是关于猫的最早记忆,真正认识一只猫,并对这只猫有了深刻了解。 则是很晚,那时村里住进了四亲工作队,工作队一个队员来我家吃牌饭时,那只猫突然来了,所以至今难忘。 当时,有资格为工作队员做饭,是一种荣誉,是一种政治权利。 富裕中农,上中农,家庭比较积极的,可以得到这殊荣,比较落后的,就得不到。 所以,我家得到招待工作队员吃饭的通知时,大人孩子都很高兴,很轻松,心里油然生出一片情,大有涕零的意思。 那只队伍有二十七个人,队员和队长都是献帽枪剧团里的演员和拉胡琴,敲小鼓的。 这群人会拉会唱会翻筋斗,人又生得俏皮,行动又活泼,把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青年小伙子给弄得神魂颠倒。 这工作队撤走后,很留下了一批种子,只可惜长大了,也没见个会唱起的就是了。 这段故事也许编成个小说更好。 四清工作队是最严肃的工作队,水平也最高,后来的工作队都简直等于胡闹。 我记得派到我们家吃饭的那个四清工作队员是个大姑娘,个子不高,黑黑瘦瘦的,戴一副近视眼镜,一口江南话,姓陈,据说是外语学院的学生。 家里请来了这尊神,可拿什么精神呢?那时生活还是不好,白眠一年吃不到几次的,祖父是有些骨气的,愤愤地说,咱吃什么就让他吃什么,我们吃什么。 梅烂的红薯干,棉籽饼,干萝卜丝子,这都是好的了,差得就无需说了。 祖母宽厚仁慈,想得也远,因我父亲那时是大队干部,请客就不是晚,于是决定尽量弄得丰盛一点。 白面还有一瓢,虽说生了虫,但终究是白面,若是多年没吃了,为贵客杀了唯一的一只鸡,没有鱼,祖母便吩咐我跟着祖父去弄鱼。 时令已是初冬,水上已有薄冰,我和爷爷用扒网扒了半天,竟扒上些瘦瘦黑黑的癞蛤蟆,爷爷抽出着脸,咕咕浓浓地骂着谁,后来总算扒上了一条大黄扇,可惜是死的,恰恰肉还硬,文文略略有些臭味,舍不得丢,便用蒲包提回了家。 祖母见到这条大黄扇,十分高兴。 我说臭了,祖母触到笔下闻闻,说不臭,使你小孩嘴臭。 祖母便与母亲一起,把黄扇斩成十几段,粘上一层面粉,往锅里滴上了十几滴豆油,把黄扇煎了。 鸡也炖好了,鱼也煎好了,单饼也烙好了,就等着那陈工作队员来吃饭了。 我闻着扑鼻的香气,贪婪地吸着那香气,往味里吸。 那时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感觉到香味像粘稠的液体,吸到胃粒也能解馋的,香味也是物质。 当时读中学的二哥说,香味是物质,鱼香味是鱼分子,鸡肉香味是鸡分子。 我恍然认为分子者就是一些小米粒状的东西。 那么嗅着鱼香味,我就等于吃了鱼分子,小米粒大小的鱼肉。 嗅着鸡肉香味,也就等于吃了鸡肉分子,小米粒大小的鸡肉。 我拼命嗅着,脑里竟有怪象,那鱼内积被吸成一条小米粒大小的分子流,源源不断地进入了我的肚子。 遗憾的是,祖母在成鱼的盘和成鸡的碗上又扣上了碗盒盘。 我的肚子碌碌响,馋得无法形容。 我有些恨祖母盖住了鸡,鱼错了我的阴谋。 但马上也就原谅了她,要是鸡和鱼都变成分子流进了我的胃,让陈同志吃皮去。 在我二十年的农村生活中,我经常白日做梦, 幻想着有朝一日放开肚皮,吃一顿肥猪肉。 这幻想早就实现了,早就实现了。 再发牢骚,就有些旺本的味道了。 陈同志终于来了,有姐姐领着。 陈同志要来之前,祖母和母亲恨不得掐破耳朵盯住我, 不要乱说话,不要乱说话。 我从小就有随便说话的毛病,给家里闯过不少祸,也挨过不少打骂。 但这毛病至今也没改,用母亲的话说就是,狗改不了吃屎。 这句话貌似真理,实则不正确。 这边一块肥猪肉,那边一抛臭屎。 我相信没有一条狗不吃肉去吃屎。 即便那时也是吃过肉的人拉的, 到底也是被那人的肠胃吸取了精华的渣子。 绝无比肉味更好,营养更丰富的道理。 何况那都是吃地瓜与萝卜的人拉的屎呢? 陈同志进了院,全家人都垂手肃力,屁都憋在肚子里不放。 祖母张罗着,让陈同志炕上座。 陈同志喂上炕,母亲就把鸡、鱼、顶端上去,香味弥散。 我知道那鱼盘和鸡碗上的碗盒盘已被母亲揭开。 陈同志惊讶地说, 您家生活水平这样高, 站在院里的父亲一听到这句话, 脸都吓黄了,两只大手也哆嗦起来。 我是后来才悟出了父亲害怕的原因。 父亲早年念过私塾,是村里的十字人, 高级合作设施就当会计, 后来人民公社化了。 虽然上边觉得, 让一个富裕中农的儿子当生产大队的会计, 掌握着贫下中农的财权不太合适, 但找不到十字的贫下中农, 也只好还让父亲干。 对此父亲是受宠若惊的, 白天跟社员一块在田里死干, 夜里回来算账, 几十年如一日, 感激贫下中农的信任都感激不过来, 怎敢生贪污的念头。 但四清开始, 父亲当了十几年会计, 不管怎么说也是个可疑对象, 这也是祖母倾家招待陈同志的原因。 所以, 陈同志那句可能是随便说的话, 把父亲吓坏了。 全村贫下中农都吃烂地瓜干子, 你家里却吃鸡吃鱼吃白面, 不是四不清干不又是什么? 你请他吃鱼吃鸡吃白面, 使拉拢腐蚀工作队。 这还得了, 父亲吓得不会动了, 母亲和我们都是不准随便说话的。 祖母真是英雄, 他说, 陈同志您别见笑, 庄护人家拿不出什么好吃的, 看你这姑娘细皮嫩肉的那小肚, 肠子也和俺庄护人不一样, 让你吃那些东西, 把你的肚和肠就磨毁了。 所以啊, 大娘要把那只鸡杀了, 她媳妇还舍不得, 我说, 陈同志千里万里 跑到咱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 不容易, 要是咱家去请, 只怕用八人大叫也抬不来, 他们都听话, 就把鸡杀了。 这鱼是你大爷和小狗娃子去河里抓的, 洞的娃子鼻涕一把泪一把, 我说, 为你陈大姑姑挨点洞是你的福气, 像地主家的妇农家的娃子, 想挨洞还捞不着呢, 这面年头多了点, 生了虫, 不过姑娘你只管吃, 面里的虫是肉芽, 香着呢。 快拖鞋上炕, 她大姑, 陈同志, 我们只能听到祖母的说话声, 看不到陈同志的表情。 祖母说完了话, 就听到陈同志说, 大家一起吃吧。 祖母说, 他们都吃饱了的, 姑娘, 大娘陪着你吃。 我站在院子里, 痛恨祖母的撒谎, 心中暗想, 你们大人天天教育我不要撒谎, 可你们照样撒谎, 这世界不成样子。 陈同志走出来, 请我们一起去吃, 父亲和母亲他们都说吃过了, 很高兴地撒着谎, 我却死死地盯着陈同志的眼, 希望他能理解我。 他果然理解我了。 他说, 小弟弟, 你来吃, 我往前走了两步, 便感到若有芒刺在背, 停步回头, 果然发现了父亲母亲见利的目光。 陈同志有些不高兴起来, 这时祖母出来, 说, 狗娃子, 来吧。 母亲抢上前几步, 蹲在我面前, 拍拍我身上的土, 掀起她的衣巾, 开开我的鼻涕, 小声对我说, 少吃, 我知道这顿饭好吃难消化, 但也不顾后果, 跟随着陈姑娘进了屋, 上了炕。 在吃饭的开始, 我还战战兢兢地偷看一下 祖母浮肿着的森严的脸, 后来就死活也不顾了。 陈同志走后, 因我狼吞虎咽, 吃相凶恶, 不讲卫生, 嘴巴巴鸡, 嘴角挂饭, 用凹袖子擦鼻涕, 从陈姑娘晚间抢肉吃, 吃饭时放了一个屁, 吃了六张饼三段黄扇大量鸡肉, 吃饭时不抬头像强使的狗等数十条罪状, 遭到了祖母的痛骂。 城门起火, 殃及吃鱼, 连母亲也因为生了我这样的无耻的孽障, 而受了祖母的熏斥。 祖母唠叨着, 让人家陈同志见了大笑话, 他爷爷都没捞着吃, 我也没吃多点, 祖父愤愤地说, 我吃什么? 嘴是个过道, 吃什么都要便食。 我从小就不馋, 进了母亲的屋, 母亲流着泪骂我, 骂我不争气, 骂我没出息, 骂我是个天生的穷贱种。 哥和姐姐也在一旁敲鞭鼓, 他们其实是见我饱餐一顿眼红, 真到了关键时刻, 连兄弟姐妹也不行, 爱是吃饱喝足之后的事。 这也可能是没有多看灵魂工程师们的 真善美的伟大著作之故, 暗示下的一种文学批评法, 凡是以第一人称写出的作品, 作品中知识都是作家的亲身经历, 于是莫言的父亲成了一个土匪种, 莫言的奶奶和土匪在高粱地兴教。 那么, 照此类推, 张贤亮用他的知识分子的狡猾, 吭骗老乡的胡萝卜, 也不是个宁愿饿死, 也要保持高尚道德的人。 这不是因为张贤亮说了什么话, 我来攻击他, 只是顺便举个例子。 那些不用第一人称作小说的人, 也许能像博弈书齐一样吧? 但愿如此。 不过张贤亮行使的骗术并不是他的发明, 他一定看过这样一本精壮的书, 书名《买葱》, 里边写着这样一个故事, 义乡下人卖葱, 医术学家去买葱, 买者问, 葱多少钱一斤? 卖者答, 葱一毛五分钱一斤, 买者说, 我用七分钱买你一斤葱叶, 八分钱买你一斤葱白, 怎么样? 卖者盘算着, 葱叶加葱白等于葱, 七分加八分等于一毛五, 于是爽快地说, 好吧, 卖给你。 这个血买葱的人是个教唆犯, 就在那次吃饭的时候, 我即将吃饱的时候, 一只瘦骨伶丁的狸猫呼地窜上了炕, 祖母抡起筷子就打在猫的头上, 猫抢了一根鱼刺, 就逃到炕下那张乌黑的三丑桌下, 几口就把鱼刺吞下去, 然后虎坐着, 目光炯炯地盯着炕桌上的鱼刺, 这只猫还是恪守猫到的, 他知道它只陪吃鱼刺。 祖母挥着筷子下着猫, 陈姑娘则夹着一节节鱼刺, 扔到炕下喂猫, 猫把鱼刺吞下去。 既是陈同志爱猫, 祖母也就不再骂猫, 反而讲起了猫故事, 而这时我也吃饱了, 看着祖母浮肿着的慈祥的脸, 听着祖母讲述的猫故事, 祖母那么平静地讲述猫故事时, 心里却充满对我的仇恨, 这是我当时绝对想不到的。 祖母说猫是打不得的, 猫能成精。 陈同志微笑不语。 早年间, 东村里一个贤汉养了一只黑猫, 成了精, 那贤汉想吃鱼了, 只要心里一想, 不用说话, 就有一盘煎好的大鱼, 从半空里飘飘悠悠, 飘飘悠悠, 落在贤汉眼前, 酒中,酒壶, 筷子也跟着飘来。 那贤汉想吃肉了, 只要一想, 就看到一盘切成鸡蛋那么大的红烧猪头肉, 喷香喷香, 冒着热气, 飘飘悠悠, 飘飘悠悠, 落在贤汉眼前。 人吃饱了, 就跳口吃了。 有一天, 那贤汉想吃鲤鱼, 飘来了一盘鲫鱼, 贤汉生了气, 把那盘喷香冒热气的鲫鱼, 给倒进圈, 厕所, 鲤了。 黑了天, 就听到黑猫在窗外说, 张三,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你想吃鲤鱼, 全青岛大小饭馆都没有, 寻思着鲤鱼也不差, 女人生了小孩没有奶都吃鲤鱼, 就给你来一盘, 一百八十里路, 远路封城, 给你弄来, 你进到禁卷里。 张三, 你等着吧, 我饶不了你, 张三也不是个省事的, 就说, 你能怎么着我? 黑猫说, 你看, 着火了, 着火了。 张三躺在炕上, 就看到窗户鳞上的纸帽着蓝色的小火瞄着起来。 打这天起, 张三可就跟黑猫斗上了, 两位斗得你死我活, 分不出个高低。 有一天黑夜, 张三坐在炕上吃烟, 巴达巴达的, 一袋接着一袋, 黑猫在窗外说, 真香, 这烟儿真香, 张三也不吱声。 黑猫又说, 我吃口烟, 好张三。 张三说, 吃口就吃口, 他慢吞吞地把早就装足了药的枪从身后拿过来, 把枪筒子伸到窗帘子外边。 张三说, 老黑, 你含住烟带嘴, 黑猫说, 好。 含住了, 张三问, 黑猫说, 含住了, 真含住了, 真含住了, 扁火了, 扁吧, 张三一勾腔机子, 只听呼通一声响, 把窗户纸都震破了。 张三说, 杂种, 叫你吃, 刚要出去看看, 就听到黑猫咳嗽着说, 坑坑, 这烟好大的劲儿。 陈姑娘笑起来, 蹲在炕前的狸猫叫了一声, 陈姑娘夹起一段鱼, 扔给了猫, 祖母的塞帮子哆嗦起来, 二哥踢了一脚猫, 说, 连你都吃了一块鱼, 这是以后的事, 这只狸猫在我家待着, 任你踢, 任你骂, 它都不走了, 这是只母猫, 根据我的观察, 猫是懒惰的动物, 至于那些成为宠物的贵种, 就不仅是懒惰, 而是十足的堕落了, 不是万不得已, 它是不会去捉猫子的, 在我的记忆里, 我们家那只猫只捉到过一只耗子, 那是一个傍晚, 祖母刚烧完晚饭, 祖父他们尚未从田野里归来, 我和叔叔家的姐姐在院子里架起一根葵花杆练习跳高, 就见那猫雕的一只大鼠从乡屋里跳出来, 我和姐姐冲上去, 猫起鼠而走, 走到祖母身边, 呜呜叫着, 仿佛在告我们的状, 祖母兴奋得很, 飞速地移动着两只小脚, 跳到院子里, 把那只大鼠夺过去, 阿姨, 这么大个耗子, 祖母说, 拿秤去, 我们赶快拿来了秤, 看着祖母用秤钩挂住鼠肚皮秤的, 九两, 高高的九两, 祖母说, 那是一杆旧秤, 十六两为一是金, 孩子们, 该犒劳你们了, 祖母说, 祖母把老鼠埋在锅灶里的鱼巾里, 我和姐姐蹲在灶门前, 只眼盯着黑洞洞的灶堂, 猫在我们身后走来走去, 香味渐渐出来了, 我和姐姐每人坐一小板凳, 坐在也坐着小板凳的祖母面前, 吃好紫肉的情景已过去了几十年, 但我没忘, 烧熟的老鼠比原来小了许多乌黑的一根, 祖母把他往地上摔摔, 然后撕下一条后腿塞到姐姐嘴里, 又撕下他另一条后腿塞到我嘴里, 鼠肉之香无法形容, 姐姐把鼠骨吐出来给了猫, 我是连鼠骨都嚼碎咽了下去, 然后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祖母的手, 暮色沉沉, 蚊虫在我们身边嗡嗡地叫着, 我总感到祖母塞到姐姐嘴里的鼠肉, 比色到我嘴里的多, 邪到此, 我感到一阵醉酒感在心里昂开, 那时我们是个没分家的大家庭, 吃饭时, 我和这个比我仅大三个月的姐姐, 总能每人得一片祖母分给的红薯肝, 我总认为祖母分给姐姐的薯肝, 比分给我的薯肝大而且厚, 于是就流着眼泪快吃, 吃完了就把姐姐手里的薯肝抢过来, 塞到嘴里, 她抖着睫毛, 流着泪, 看着她的母亲我的婶婶, 婶婶也流泪, 母亲举着巴掌, 好像要打我, 但只叹息一声就把手放下了, 前年回家, 我对姐姐提起这事, 姐姐却笑着说, 哪有这事? 俺不记得了, 今年回家, 一进家门, 母亲就对我说, 你姐姐老了, 老了就是死了, 母亲说, 姐姐死前三天还来赶集卖菜, 回家后就说身上不舒坦, 姐夫找了辆手推车, 推她去医院, 走出家门不远, 就见她歪倒了脖子, 紧叫慢叫就老了, 人真是瞎火, 说死就死了, 并不费多少周折, 我想起了和她一起坐在祖母面前, 分食老鼠的情景, 就像在眼前一样, 祖母十几年前就死了, 她是先死了, 打了一针, 又活过来, 活过来又活了一个月, 又死了, 这次可是真死了, 真老了, 祖母说, 猫抓耗子, 并不需要真扑真抓, 猫一见到耗子, 就竖起猫大叫一声, 老鼠一听猫叫, 立刻就抽搐起来, 猫越叫老鼠越抽搐, 猫上去咬死就行了, 根本不要追捕, 这说法我不知是真是假, 祖母还讲过一个故事, 明朝时, 有五个千斤重的大耗子成了精, 变成人, 当了皇帝的宰相, 一类的大官, 他们扰乱朝纲, 怂恿着皇帝干坏事, 一个大臣, 自然是忠臣, 自然也是有慧眼的, 看破了机关, 回家对父亲说了, 这又引出了一个故事, 相传, 古代为了削减人口, 人到了六十岁, 不管健康与否, 统统要庄摇的, 这庄摇, 据祖母说, 就是把人背到一个专门的地方去饿死, 有点像日本小说《友山节考》里的情景, 这大臣是个孝子, 因为孝, 就把父亲放在家壁墙里藏起来, 其实是利用职权, 破坏皇家的法规, 是孝子不是忠臣, 大臣说, 爹, 朝里那五个忠臣, 是五只成精的老鼠, 每只有一千斤重, 不知可有法子降服没有, 大臣爹说, 八斤猫可降千斤数, 大臣说, 哪里去寻八斤重的猫, 大臣爹说, 咱家那只黑猫差不多就有八斤, 大臣换了猫来用秤一秤, 只有七斤半重, 大臣爹说, 不妨是, 明日上朝前, 你弄半斤猪肉让猫吃了, 不就八斤猫了吗? 大臣点头秤是, 此日, 那大臣割了九两, 就秤, 猪肉喂给猫吃, 为什么割九两呢? 因为猫吃肉, 不会不掉渣, 鱼出一两来保险, 大臣, 把猿种七斤半吃了九两肉的, 黑猫揣在袍袖里, 胸有成竹地上了巢, 文武群臣分裂两边, 皇帝坐在龙墩上打盹, 大臣把藏在袍袖里的猫往外露了露, 那猫凄厉地叫了一声, 寻臣诧异着, 皇帝也睁开了水眼, 猫又叫了一声, 就见那五个耗子变成的众臣索索地抖起来, 大臣一松袍袖, 那猫嗖地窜出, 跳到龙墩前的台阶上, 竖毛拱腰, 杨尾乍虚, 连连发微鸣叫, 那五众臣抖抖索索, 抖抖索索, 瘫倒在堂前, 猫继续鸣叫发威, 五重臣显出原形, 袍穴之泪尽脱落, 就见五只大鼠一字排开, 初时都大如黄牛, 后来越缩越小, 越缩越小, 缩得都如拳头斑打, 猫慢慢躲上去, 一找一个, 拳给消灭了, 皇上幡然醒悟, 要重赏那大臣, 大臣却跪地叩头, 求恕欺君之罪, 皇上听他诉说, 知道这奇谋, 出自一概庄谣, 而未庄谣的老人, 由此可见, 老人还是有用处的, 于是就撤销了六十岁庄谣的命令, 我总怀疑, 这故事与三峡武艺里的 无数闹东京有些瓜葛, 不过考证这些事也没意思就是了, 后来诱读西游记, 见孙悟空被陷空山无底洞, 那只金笔白毛浩子精折腾得狼狈不堪, 最后去玉皇打地呢, 告了李靖父子一雕壮, 母浩子是拖塔天望的干女儿, 干爹和干哥哥出面, 才把他降服了, 孙悟空如果听过我祖母的故事, 只需寻一只八斤猫抱进洞去就行了, 那浩子精也实在迷人, 不但美丽绝伦, 而且踢有一箱, 连唐三藏都心愿意马, 有些守不住, 悟空不得不变成苍蝇, 钉在耳朵上提醒师父, 不要被美人拉下水, 记得当年看到这里时, 不由得恨唐僧太愚, 要是我, 就留在这无底洞当女婿了, 后来我和姐姐天天盼望猫捕鼠, 可再也没见到过, 只见到那家伙, 每日懒洋洋地晒太阳, 吃饭时就蹭到饭桌下捡饭扎吃, 这猫是被我们伤了心, 它捉了耗子, 被我们烧吃, 这行为也是欺猫太甚, 猫从此步捕鼠, 也有它的道理, 鲁迅先生在狗猫鼠里, 开玩笑般地引用 一外国童话里所说的狗猫相仇的原因, 引用完毕, 先生接着写道, 日耳曼人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 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 便是书籍的装潢, 玩具的公制也无不令人心爱, 独有这一篇童话却实在不漂亮, 结怨也结得没有意思, 猫的供其脊量, 并不是稀图冒充, 故意摆架子的, 其旧却在狗的自己没眼力, 鲁迅先生索引童话里说, 动物们要开大会, 鸟、鱼、兽都齐及了, 但却想, 大家决定拍一火机去迎接下, 谁也不愿去, 于是就运用了某团体分派救济金的方式, 捏鸠, 这倒霉的鸠篇被狗捏着, 狗说不认识响, 大众说像是驼背的, 狗遇见一只猫正在攻着脊梁, 可能是因为没请它去参加动物大会而发怒吧, 狗就把他请来了, 大家都吃笑狗不识相, 狗猫从此相仇, 这童话里猫是很冤的, 动物大会, 鸟、鱼都去了, 偏不请它, 它如何能舒服, 正在发怒公背, 巧背狗请, 于是放听几辆附会, 到会后又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它又陷进一个尴尬的泥潭里, 狗与猫都是受害者, 不知那动物大会的主席是谁, 如果是百兽之王老虎, 那虎主席就是怕见猫老师, 便故意不发给猫请帖, 虎怕猫把他当年逼猫上书的丑事给都搂出来呢, 矛盾的对立面是虎和猫, 狗带虎受过了, 这童话真该焚烧, 不知编辑童话的秦哈特博士是不是现代派, 如果是现代派, 又写了这块童话, 那就岂止该烧书, 比较之后, 还是我祖母讲的猫狗成仇的原因对头, 祖母说, 很早很早以前了, 有一个人养了一只猫和一条狗, 主人是开匹柴店的, 外出时就吩咐狗和猫匹柴, 狗埋头苦干, 猫偷懒耍花, 主人回来, 猫就蹦到主人尖头上, 把匹柴之功据为己有, 然后又说狗如何如何奸化, 不卖力气, 猫一边说, 一边用爪子轻轻搔着主人的耳垂, 那纤细的小爪子挠着耳垂痒痒的实在是舒服, 主人就痛打狗一顿, 连分辨都不许, 分配饮食时, 主人自然就骗着猫, 狗只好生猛气, 第二次, 狗未赎罪, 更努力地劳动, 主人回来, 猫更快地跳到主人肩上, 那纤细的小爪子挠着耳垂痒的实在是舒服, 猫哭诉道, 主人啊, 主人, 你不要表扬我了, 也不要嘉奖我了, 狗今天对我冷嘲热讽, 我受不了了, 主人大怒, 打了狗一顿, 分配饮食的时候, 一丁点也不给狗, 猫吃食食, 狗蹲在一边, 生着闷气挨着饿, 第三次, 狗干脆罢工了, 猫更不干, 主人回来, 一看, 一根柴也没劈, 便起冲冲地问, 怎么回事, 狗自然不吱声, 主人就问猫, 猫哆嗦着说, 我不敢说, 主人道, 你说, 我给你做主, 猫哭着说, 主人啊, 狗今天说我拍马屁, 我跟他争了两句, 他张嘴就咬我, 幸亏我会上树, 跳到杏树上, 才没被他咬死, 狗在树下蹲着, 我不敢下来, 我虽然想下来匹柴, 但我怕死, 主人啊, 我有罪, 我没能坚持工作, 我错了呀, 主人这一次, 把狗腿都打断了, 分配饮食时, 一点也不给狗, 猫吃饱了, 就把一条剩下的鱼, 钓到狗面前, 说, 狗大哥, 你把这条鱼吃了吧, 狗张开嘴, 一下就把猫的脖子咬断了, 主人一棍就把狗打死了, 从此, 狗与猫变成了仇家, 我自认为, 祖母的故事, 比秦哈特博士的童话, 要高明得多, 这也是外国月亮, 没有中国月亮元的一条证据, 其实, 现代生活中的狗和猫, 看不出有什么仇, 你捉你的耗子, 我看我的门, 有共同的异性要争夺, 互不干涉, 无利害冲突, 能有什么仇, 只有当他们一同匹柴尾, 统一主人效劳时, 才可能有酿成大仇的机会, 但匹柴毕竟是久远的往事了, 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狗和猫也早就无疏远了吧, 猫之魅主不消说了, 从匹柴时代就如是, 可是狗的子孙们, 也从被打杀的老祖宗那里, 吸取了教训, 固然不能像猫一样, 跳到主人肩膀上, 为主人抓养, 但在主人面前摇着尾巴, 替主人舔去靴子上的灰尘, 奇美不遜于猫, 偶尔还有猫狗死斗的情形, 但这并不是狗猫之间自发的战斗, 而是人的挑唆, 我家那只猫生第二窝猫的时候, 已是初夏, 家家户户都设了毛茸茸的小基础, 放在院子里, 唧唧地叫着, 跑着, 确实有几分可爱的样子, 我家自然也设了基础, 我经常发现猫蹲在黑暗的角落里, 目光炯炯地窥测着基础, 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祖母, 祖母对猫说, 杂种, 你要是敢动它们, 我就扎了你的嘴, 猫迷舞着, 好像懂了祖母的意思, 几天之后, 邻居一个孙姓的老太太, 我要呼之为姑奶奶的, 拄着拐棍, 骂上门来了, 自然是骂猫, 说有一只小鸡被我家那只该千刀万寡的温猫给吃了, 祖母与这孙姑奶奶不是太母, 跟着骂了几只猫, 孙姑奶奶还不完, 叨叨着, 意思好像是, 要从我家这群鸡厨中捉走一只全虫赔偿, 祖母说, 姑奶奶, 畜生的事, 人能管得着吗? 要是我的孙子吃了你的小鸡, 我这群小鸡里就任你挑走一只, 这还不完, 我还要拔掉她的牙, 祖母对着我挥了挥手, 孙老姑奶奶还在续道, 意思是, 非要祖母赔偿她一只小鸡不可的, 祖母那群屁股上染上鲜红颜色的金黄色小鸡橱, 在院子里欢快地奔跑着, 猫卧在门旁一个蒲盘上, 团着身体睡觉, 反正是你家的猫吃了我的鸡, 孙老姑奶奶说, 有些蕴色上了祖母的脸, 她把小鸡换到眼前, 捉起一只, 攥着, 走到猫旁, 蹲下, 拍了猫一掌, 问, 猫, 你吃小鸡吗? 猫睁开眼看的祖母, 祖母把小鸡放到猫嘴边, 猫闭上眼睛, 把嘴眨到肚皮下, 又呼呼地睡起来, 小鸡橱在猫的背上攀山着, 祖母冷笑一声, 说, 姑奶奶看到了吧, 这只猫怎么会吃你的小鸡? 你的小鸡兴许是被老耗子拖去, 被黄鼠狼叼走, 被爷栗子吃掉了, 孙姑奶奶说, 你家的猫当然不吃你的鸡, 再说它吃了我的鸡已经饱了, 祖母说, 抓贼拿脏, 捉剑拿霜, 你说我家猫吃了你的小鸡, 有什么证据? 孙姑奶奶说, 我亲眼看见, 祖母说, 我亲眼看见你吃了我家一条牛, 孙姑奶奶气翻了白眼, 倒着小脚, 原地转了两圈, 嘴里骂着猫, 歪歪扭扭地走了, 祖母抄起扫地条肘, 扑了猫一下子, 说, 你要再出去闯祸, 我就打杀你, 几天之后, 又有一个人提着一只鲜血淋淋的小鸡厨骂上门来了, 猫正蹲在门边, 舔着胡子上的血, 祖母无法, 只好捉了一只小鸡厨, 换了那只死鸡厨, 祖母抄起棍子打猫, 猫纵身上了黎鼠, 后来又接二连三滴有人骂上门来, 我们本是鸡山之家, 竟因一只猫丹的恶名, 并不仅仅是赔偿人家几只鸡把了, 我家的猫恶名满村, 骂猫时, 总是把我父亲的名字作为定语, 某某某家的猫, 祖母惶惶起来, 先是以涂满辣椒的小死鸡喂猫, 想借此, 戒掉他的恶习, 祖母是用给小孩子断奶的方式, 乳头上涂满辣椒, 孩子受辣, 便不想吃奶, 来喂猫解食鸡皮的, 但毫无效果, 像那涂满辣椒的鸡, 不是成了一道大饭馆里才肯做的名菜辣子鸡了吗? 人上求是不得, 拿来借猫的食鸡皮, 无疑是火上浇油了, 在以后, 凡有人找上门, 祖母便说, 这原本不是俺家的猫, 他赖着不走, 现在俺更不管了, 谁有本事, 谁就打死他, 再要祖母把自己的基础赠给人家, 是万万不能了, 这只猫作恶多端, 但无人敢打杀它, 是有原因的, 乡村中有一种动物崇拜, 如狐狸, 黄鼠狼, 刺猬, 都被乡民惊作神明, 除了极个别的, 只管当时不管来世的罪鬼贤汉, 敢打杀这些动物, 食肉卖皮, 正经人谁也不敢动他们的毛烧, 猫比黄鼠狼之类, 少鬼气而多现风, 痛打可以, 要打杀一只猫, 需要非凡的勇气, 这里本来还蕴藏着起码十个故事, 但为了怕读者厌烦, 就简言一个吧, 也是祖母对我说过的, 从前, 一个女人在案板上切肉, 家养的猫身找偷肉, 女人一刀劈去, 斩断了一只猫前腿, 那只猫粘了些日子就死了, 女人斩断猫腿时, 正怀着孕, 后来她生出一子, 缺理之胳膊, 此子虽缺一臂, 但极善爬鼠, 极善不鼠, 此子乃那猫转胎而生, 这故事也不太恐怖, 那缺臂的男孩也可爱, 也有大用处, 在这鼠害泛滥的年代, 她不愁没饭完, 多半还要发大财, 关于念咒语, 拘出全村的老鼠, 到村前跳河自杀的故事, 是祖母紧接着猫转胎的故事讲的, 因与猫少牵连, 只好不写了, 但我家的猫尸数最大恶极, 村人节约该杀, 可谁也不肯充当杀手, 聪明者便想出高招, 让狗来咬杀他, 事情发生在一个炎热的中午, 柳树上的缠发了风一样叫着, 一群人远远地围着一条健壮的大狗, 和我家的猫, 看他们兜发, 他们如何把我家的猫骗出来, 又如何煽动骑狗对猫的战斗热情, 我一概不知道, 大狗的主人是个, 比我大三或二岁的男孩, 辱名大象, 据说他出生时, 驻军火炮营在河北边打靶, 炮声终日不断, 为他取名大象, 是为了纪念那个响炮的日子, 围观的不仅是孩子, 还有青年, 中年和老年, 他们看到狗和猫对峙着, 兴奋地直喘粗气, 那条狗叫花, 大象连声说着, 哗哗哗, 上上上, 咬咬咬, 狗颈毛植树, 滋着一口雪白的牙, 绕着猫转圈, 似乎有些胆怯, 猫随狗转, 猫眼始终对着狗眼, 也是耸着颈毛, 呜呜地叫着, 想发怒又想恐惧, 狗和猫转着磨, 众人也叫着, 哗哗哗, 上上上, 咬咬咬, 狗仗人士, 一低头, 就扑了上去, 猫淒厉地叫一声, 令人周身齐力, 地上一团黑影子晃动着, 狗不知何故退下来, 猫身上流着血, 瞅着空, 窜出圈外, 人声如浪, 催着狗追猫, 我忽然可怜起猫来了, 毕竟他在我家住了好几年了, 猫腿一瘸, 跑得不快, 看着就要被狗赶上时, 他一侧身, 钻进了一个卖街垛上的小孩子, 藏猫猫时掏出的洞穴里, 洞穴不大, 猫在里边蹲着, 人在外面看得很清楚, 狗逼住洞口, 人围在狗后, 狗叫, 人嚷, 十分热闹, 狗占了一些小便宜, 翘起尾巴, 气焰十分高昂, 在人的唆使下, 他一次次往洞穴里突袭着, 狗每突袭一次, 猫就发出一阵惨叫, 狗又退下来, 搭拉着舌头, 哈哒哈哒喘着粗气, 狗脸上沾满毛毛, 哗哗哗, 上上上, 咬咬咬, 人们吼着, 狗闭住嘴, 这是狗进宫前的习惯动作, 正要突袭, 就见那洞穴中的猫眼里, 射出翠绿的火花, 刺人眼痛, 射到麦草上, 似乎稀疏有声, 与此同时, 猫发出令人小便失禁的身人叫声, 狗和人都惊呆了, 正呆着呢, 就见那猫宛若一道黑色闪电, 从洞穴里射出来, 射到狗头上, 看不清楚猫在狗头上是什么武艺, 只能看到狗全身乱晃, 只能听到狗转着圈子的尖声嚎叫, 大象挥动木棍乱打着, 也看不清是打在了狗身上时, 打到了猫身上, 猫从狗头上跳起来, 眼里又放着绿光, 比正午的阳光还强烈, 它叫着, 对着人扑上来, 人群两开, 闪出一条大道, 猫就跑走了, 惊魂斧定的人们, 看那狗, 这条英雄好汉已经狗脸破裂, 耳朵上鼻子上流着血, 一只黑白分明的狗眼已被猫爪扣出, 挂在狗脸上, 悠悠荡荡的, 像一个什么象征之类的玩意儿, 狗在地上晃晃荡荡的转着圈, 看热闹的人都不着一言, 挂着满脸冷汗, 悄悄地走散, 只欲下大响抱着狗哭, 活该, 这就叫做, 炒熟黄豆大家吃, 炸破铁锅自倒霉, 猫祸大劫之后, 在家休养生息, 我因钦佩它的勇敢, 背着祖母偷喂了它不少饭食, 那时, 三只小猫都长得有二十厘米长了, 不含尾巴, 生动活泼可爱无比, 它们跟我嬉戏着, 老猫也不反对, 几天之后, 猫养好了伤, 能上街散步了, 又有猫食鸡的案子, 报到我家来了, 祖母把猫装进一条麻袋里, 死死地捆扎住了麻袋口, 然后由二哥背到街上, 扔到一辆去围方的拖拉鸡后斗里, 祖母对拖拉鸡手说了半天好话, 要求人家第一不要厌烦猫叫, 把他中途扔下, 第二到了围方后, 要把麻袋左转三圈, 右轮三圈, 把猫论得头晕了, 再放他出袋, 免得他记住方向跑回来, 第三就是希望千万把麻袋给烧回来, 祖母在三墙掉麻袋是借人家的, 我知道这麻袋是我们自家的, 猫被扔进拖拉机后斗里, 拖拉机后斗颠颠勃勃, 把猫给拖到围方去了, 这下子好了, 村里的基础门太平了, 围方的基础该倒写没了, 围方离我们村子有多远, 三百二十里, 失去母亲的四只小猫彻夜鸣叫, 激起我的彻夜凄凉, 天亮后, 祖母连连叹息, 说可怜可怜真可怜, 人猫是一里, 这四个孤苦伶仃的小东西, 祖母腾出一个筐子, 续上一些细草, 做成了一个猫窝, 又吩咐我从厢房里, 把四只小猫抱到家里来, 门与时节到了, 半月雨水淋漓, 连绵不断, 我无法出家门, 百屋聊赖, 便逗着四只小猫玩, 便用土豆糊糊喂它们, 老猫已被送走半月多, 那条麻袋, 拓拉鸡手也给烧了回来, 拓拉鸡手姓邱, 四十多岁, 人忠实可靠, 我看着升满绿苔的房檐下明亮的雨帘, 想象着笼罩田野的云雾, 想象着那一片片玉米, 一片片高粮, 成群的青蛙癞蛤蟆, 泥泞不堪的田间道路, 被淋湿了羽毛的鸡, 倾着瘦脖子缩在树下打盹, 远处传来沉闷的火车笛声, 明亮的钢轨被雨水冲起得 赠两或升满稀疏的红袖, 雨大一阵小一阵, 但始终不停, 屋子里也一阵晦暗一阵明亮, 当晦暗时, 四只小猫的八只眼睛 绿绿地闪着光, 好像鬼火一样, 树叶沙沙响着, 是风在吹, 我想象着那只老猫的情景, 他在那遥远的围方, 生活得怎么样? 农村的阴雨天无事可干, 劳累日久的大人们 便白天连着黑夜睡觉, 雨声就是催眠去, 我逗着猫玩一阵, 看一阵耳语, 胡思乱想一阵, 瞌睡上来, 浮在一条麻袋上便睡, 朦胧中看到那只猫 穿越河流与道路, 出没玉玉青沙障, 顶风冒雨, 向家乡奔来, 一阵喧闹吵醒了我, 我揉揉眼睛, 我又揉揉眼睛, 那只猫果真回来了, 它变身泥巴, 与狮猫毛更显得瘦骨临寻, 四只小猫与老猫亲热成了一个蛋, 我大叫着, 猫回来了, 猫回来了, 家里人纷纷起来, 看着猫儿女与猫母亲 生离死别又重逢的情景, 这情景为师有点动人, 祖母立刻吩咐母亲给猫背试, 她斥鸡的罪恶阴影消逝, 起码是在我家老幼的心里, 洋溢着一片猫中英雄所创造的奇迹的辉煌光彩, 猫离家十七天, 如果不走弯路, 跋涉三百余华里, 她是被装进暗无天日的麻袋里运走, 老邱又忠实地履行的祖母左转右轮的嘱咐, 她是靠着什么方法重返家园的呢? 这个谜我始终解不开, 祖母看着急急进食的猫, 感叹道, 猫老多了, 多年来, 我一直珍藏地对这只猫的敬佩, 一直认为这只猫创造了猫国的奇迹, 并一直存着写篇文章歌颂这只猫的这段光荣的念头, 但偶然翻阅今年的参考消息, 看到一则题为一只猫孤身穿越日本的真文, 方知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猫外更有猫, 抄录真文如下, 日本朝日新闻3月31日报道, 一只母猫为了寻找它的家, 从东往西穿越日本, 走了370公里的金钱旅程, 花了一年7个月的时间, 这只五岁的母猫名叫米鸡, 1984年8月, 随主人乘火车到须知夫人的故乡旅行, 它被装在一个纸盒子里, 随主人从东到西通过了整个日本, 即从太平洋沿岸的品种到日本海岸的蜜鱼川, 但是到达目的地后不久, 这只猫就跑掉了, 须知已驾只好返回, 从此, 这只猫就失踪了, 直到1986年2月9日, 猫的主人在花园里发现了这个小家伙, 可是它已经变瘦了, 尾巴上的毛也被拔掉了, 耳朵也被弄破了, 但它仍黯然无恙, 有关方面为了表彰它的功绩, 特授与它模范猫奖, 即免费功绩它一年多的食物。 东京动物园的一位兽医说, 这只猫创造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奇迹, 因为家猫的活动半径只有200米至500米, 初读此文, 我不免沮丧, 好像不但人间奇迹多有外国人创造, 连猫间奇迹也是外国猫创造的多, 读过之后的一想, 我不沮丧了,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 猫分别跋涉路程, 跋涉时间, 日均跋涉路程, 约等于, 中国猫320华里, 17日18.82353华里, 日本猫740华里, 575日1.28696华里, 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这又是一个外国月亮, 不如中国月亮元的铁证, 日本猫得了模范猫奖, 我家那只猫因为得不到足够的饲料, 重犯偷视基础的毛病, 竟被当场捉获, 可能是它恶贯满盈的报应, 也可能是因长途跋涉健康状况大不如前, 它万不该偷鸡偷到大象家去, 独眼狗协助大象把它擒住, 也应了冤家路窄的话, 大象把猫拉到河滩上去, 只一连就把猫头削落荒沙, 我为此难过了好久, 大象斩猫之后日子很不好过, 村里那些恨猫的人, 这时却把同情赐给了猫, 有关猫的神话鬼话流传很盛, 人们见了大象都换了一种眼光, 好像大象不日就要遭到天谴或被猫鬼琐碎, 大象却始终安然无恙, 去年我探家时, 听说他成了灭属养猫专业户, 这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故乡人丰富的想象力由此可见一半, 我带着满肚皮兴趣去找他, 铁将军把门, 他不在, 邻人说他赶紧卖猫去了, 三只大猫在他家墙上徘徊着, 满院子猫叫, 几天后我见到了他, 发现他已成了一个通仙入魔的奇人, 其人须有奇闻, 愿家猫在地之灵诱我佐我, 赐我成就奇闻的奇思妙想。 文章本一写完, 忽然想到北京土与猫腻, 我总认为这一话与猫盖使的行为有关系, 我亲眼见过猫盖使, 也就是拉过使后用后爪子象征性的灯点土盖盖, 并不真正盖的不露一点痕迹, 我在农村出地时, 除一盖二, 队长批评我, 你这是猫盖使, 糊弄谁呀?